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委同学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31页 第一行 我们从这里看起 我们上一堂课 跟大家学习到 无形于妻子 失礼于救孤 对这个妻子儿女 有不得体的连行 不得体 就是我们一般讲 不合理的打骂 这个叫无形 失礼 这个离这个字 也是现在人很缺乏的 所以我们学院也安排 这个法师讲常离主要 大家要认真来学习 我去听物行法师给我讲 他要讲常离主要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人不学理 所以我们很多方面 诗礼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学过 所以不懂 不知道 那么没有学理 主要是 我们这个时代 都要把老祖宗的这些礼教 要汇除 实在讲 这个礼 是我们生活上 不能缺少的 不管中国人 外国人 都需要的 那么没有学理 彼此之间 会造成很多困扰 造成很多困扰 那么不懂得理 不代表他的人不好 心不好 只是 没有学过理 不懂礼貌 那么也有 很懂得礼貌的人 心很不好 所以 李北南老吉次 在常理局要讲 他说 他就举出汉朝那个亡盲 亡盲串汉 那么 外表很迁兮 很有礼貌 但是心很坏 所以 这个礼 是 对人的 对人的 主要 是对人的一个尊敬 对人的一个尊重 礼就是讲一个 人情事故 这个礼不是只有在外面的脊弓 在外面的脊弓 行礼 它是礼的形式 礼的形式 那么它的内容 主要是人情事故 这个人情事故 那就 我们要好好来学习了 什么叫人情事故 我们现在人 也不懂 但是不懂 我们也离不开人情事故 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 好好去体会 那么这个婆媳之间 自古以来 这个婆媳 相处就很难处得好 那现在很多 学习传统文化的家庭 这个方面 真的是有改善 大家明理了 学习传统文化了 知道彼此 要怎么相处 所以此地这一句 讲到诗里 我们就一定要理解 我们学礼非常重要 不知礼无以利 但是礼 大家记住 就是人情事故 那什么叫人情事故 主位同学 大家好好去揣摩揣摩 现在人真的不懂 我们接着看下面 清漫先灵 唯逆善命 实在讲 这些通通包括在礼里面 这个先灵是祖先 神灵 那么对祖先神灵 清漫 清乎怠慢 或者轻事 对现前的父母 那么父母如果去世了 没有好好地给他安葬 实在讲 葬也是要一礼 现在的不懂理 所以伦理 里面讲 什么叫孝 有孔子的弟子问孝 那么孔子的弟子 不同的学生问孝 孔子回答不一样 有一个弟子问孝 怎么样做才是孝 孔子就回答了 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 记之以礼 那这个就是孝了 那么父母在世 以礼来奉事 父母死了 以礼来奉 那么祭日要去祭祀祭拜 要去纪念 那么这个 生奉事的礼 根据个人的家庭 身份地位不一样 也不同 那么使得 葬礼 也是根据他的身份地位 那个礼节不一样 所以古时候 棺材 有棺 有果 有两层的 有一层的 那么祭祀 也是属于礼 所以对先灵 祖先的祭祀 非常重要 在伦理里面讲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对父母临终 要慎重处理 不能草算 那么命中之后 要葬之以礼 那么葬礼完成了 那还要祭礼 祭祀 追远就是追师 父母 不断追师父母 还要追师父母 在上祭的 祖父母 历代祖先 像我们现在 办祭祖 邪宴 今年三月 办了一次祭祖 第一次祭祖 祭祀祖先 就是祭祖先灵 那如果 这个儿孙不祭祀 就叫清漫先灵 清师怠慢 那么我们中国传统 就是清明扫墓 那扫墓 有很多 在古时候 明清时代 那个时候就有 在感应篇 会篇里有讲到 有一些人 带着儿孙扫墓 那好像去踏青一样 好像到郊外 郊游去玩 去扫墓 割草 这个以前我们 我在家的时候 都跟我父母去扫过墓 都要去割草 去祭拜 祭拜就是怀念 自己父母祖先 去怀念 所以不能去那边 带着东西去那边野餐 好像去露营一样 这个对祖先就不敬了 到墓墓局里面 就吃喝玩乐 那么在那边吃喝玩乐 还好他还是有 每一年去扫扫墓 现在人连扫墓都没有了 扫墓都没有了 所以祖先的墓墓 任他长草 那也不顾 这个就是罪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祭祖 现在人不懂得祭祀 祭祖是教人不要忘本 如果清漫先灵 儿孙就忘本了 这个人要饮水失言 人不能忘本 我们大家华人移民到海外 不能忘记自己祖国是在哪里 这个李老师在 伦理里面讲 说福里 那个福里死了 福里到外地死了 他死的时候 那个头还是朝着他的朝鲜 就是他不忘本 朝着他的朝鲜 所以李老师讲到这个 现在人不如畜生 人都忘本 那个福里还不忘本 所以在此地建议我们移民到这个 外国来的同修 要做给其他的法侨看 每一年要带子孙回去扫墓 不要忘记祖宗 这个特别在海外的法侨 非常重要 下面这句讲 违逆上命 这个上就是上师 我们上面的领导 上面领导的命令 他教导的 这个叫上面 那违就是违背 逆就不接受 上面领导 这个下的命令 要做什么事 那么违背了 他不做 那好像公司的老板 那么命令他的员工 做什么事情 他不干 那你说 你请到这个员工 你怎么办 你还用不用他呢 用了他也不听你的 那不听你的 那如果继续留下来 那只好你那个老板 位置让给他 那这个违逆上命 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是 不能够违逆上命 你到一个公司团体 一定要 这个 服从 上面的 这个命令 不然你就 捞乱这个 团体 作为无益 这个作为就是 平常所作所为 对个人 对社会 对国家 都是没有利益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年轻人 都是在 犯了这一条的 非常多 那现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 现在呢 大家都在玩手机 那我听说现在呢 还有叫宅男的 那个宅男 我也听不懂 后来我说什么叫宅男 他说都是躲在房间 玩电脑 都不出来跟他父母家人 见面 一回家一进门 门就关起来 就在房间玩电脑 整天也看不到人 说那个叫宅男 还有一种叫啃老族 他自己 父母给他培养到大学毕业了 他也不工作 在家里玩电脑 就吃老爹的 叫啃老族 那么你看他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对自己也没有利益 对家庭也没有利益 对社会也没有利益 对国家也没有利益 对人类也都没有利益了 做那些没有利益的事情 叫做为武艺 浪费生命 浪费光阴 浪费精神 把这个精神 体力 时间 浪费在 没有利益的事情上面 做那些没有利益的事情 那么现在 整个世界 做没有利益的事情的人 太多了 这些我们要避免 那我们首先要认识 什么是没有利益的 我们要做一些 有利益 自己身心 家庭 社会国家的事情 如果你发心 去扫街 以前李老师常讲 发心去扫街 扫到死 就这一条 也是对大家有利益 就举出一个例子 怀血外心 这个是 心中怀有私心 跟外面 这个私通 在一个团体里面 那么他心向外 怀血是心 吃里扒外 这个以前我们韩馆长常讲 戈背向外弯 戈背向外弯 吃里扒外 那这个我们在双西也请了一个女众坐柜台 那真的就是扫一些外心 那领我们到场的薪水 然后呢 有人要捐钱 他叫他捐到另外一个居士身上去 拿我们的 两个都拿我们的薪水 吃我们的 然后 人家供养道场 他叫他去供养那个居士 所以我看到了 才知道什么叫怀血外心 原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吃我们的 然后 他 替别人做事 那这个 他们也有一个 就是给一些居士讲 有些居士也是受他影响 他说 钱签给我们社团 做华宝 我们要 要花票 要给 报税金 要给政府抽税 如果钱拿给他 他都不用花票的 他也不用报税 他个人的 他不是社团 所以 那个经书会印的比较多 经书印的比较多 因为省家那些 交给政府的税金 经书就印的比较多 那有些居士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的就给他了 那实在讲 对不对 有没有符合佛的教导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好像我看到我们祖先纪念堂 这里纪念堂 我们老婆上有写的 不漏国税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就是要交税 老老实实就是要去交 那交当然成本就高了 因为你要加上税金嘛 他不要加税就是 哇 他可以多做一些法宝 他听起来好像这个也是好事 但实际上啊 违背佛头的教导 所以有些居士啊 学了佛呢 你不去教育他们了 他们真的做错事了 他还以为是做对了 你说不学习 那怎么可以 违背佛头的教导 还以为自己是听佛的话 自己错了 我们再看下面 自咒做他 偏真偏爱 那么这个心里有怨恨 这个做主啊 自咒又咒人 这个自咒做人啊 那么就是 作骂别人啊 就是伤害别人 那么这个在借经讲啊 也是属于一种杀生 叫口杀 我去年到英国去 剧主做法会 听到我们当地 有同修跟我讲 有一个上海的同修 他的儿子去那边念书 跟他女朋友啊 说去找一个洋人的啊 说那个人啊 说你不满哪一个人啊 去发一些钱请那个人 然后叫那个人去骂那个人 那个人他就倒霉了 说还有这种行业的 那这个会不会起作用 的确也有它的作用 我们看这个海贤牢上的光碟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应该有印象 海贤牢上不是说 年轻的时候 他的堂弟给他偷一个冬瓜吗 然后他就揍啊 揍他随意给我偷冬瓜呢 让他长疮害变 结果他这样啊 花这个作用啊 那真的起作用啊 那堂弟真的就躺在床上 长了个疮啊 痛得叫苦连天 爬不起来 他的神神就跟他讲 你堂弟不过偷你一个冬瓜 你就揍得他病得起不来 他才知道 人这个念力啊 这么厉害啊 后来念头赶快改啊 就叫他赶快好了吧 叫他赶快好了吧 后来没多久 他堂弟啊 就好了 所以这个 制作做他 这个就是造罪业 偏真偏爱 这个就是不公平 那不喜欢那一个人啊 特别对他有意见 大概过去是跟他结恶言 那么喜欢的人他就偏爱 偏袒自己喜欢的人 排斥自己讨厌的人 偏真偏爱 那这个对儿女啦 对朋友啦 对一般人啊 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总是跟我们比较有缘的人 我们喜欢的人啊 对他就比较偏心啊 那我们看了比较不喜欢的人啊 对他就比较讨厌 对他就比较不好 那这个心态也不对啊 我们也不能够偏真偏爱 我们待人处事啊 总是要以平等心来待人 善人恶人都是平等心 所以待人啊不公平 这个别人对我们也会不公平 所以待人啊要公平 不能偏真偏爱 我记得看到一个公案 好像廉恥大师的公案 所以有一个出家人啊 这个 有一个人啊 他的家属给他托梦 说你到某个试验啊 去找哪个出家人啊 给他 超度 那个出家人啊 什么也不会念 是看妙的 那第二天他就去找那个出家人 那个法师 昨天啊 我们的家属啊 梦到啊 说要请你超度啊 来找你帮他超度 我什么都不会啊 他说就是指定要你超度 才能帮助他啦 那后来他就答应啦 那答应之后啊 那第二天晚上啊 那个人啊又梦到他的家属啊 来给他托梦啊 说他真的得度啦 后来他就想 哎呀 那个出家人啊 也不会做法会 经也不会念 怎么 超度有这个效果 问他到底他有什么 这个这个德行啊 后来啊 了解了 因为这个出家人啊 他是好像接待的 在试验受接待的 他接待呢 他都是平等心的 你很有钱啊 不出很多钱 他也是这样接待 你不出很少钱 他也是这样接待 那都没有钱 他也是这样接待 他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 都一样 都平等 所以这个 他修这个平等心啊 那他就有超度的功德 超度的功德 那另外啊 又有一个公案 也是这个超度的 他指定一个敲钟的 一个出家人 那敲钟 大概其他也不会 就只会敲钟 那试验每天早上 一大早三四点 都要去敲钟啊 那那个出家人啊 敲钟敲了十年 那找到超度有效 找其他的法师没有效 就指定要那一个 那个法师啊 接受答应啊 他真的就超度了 又来托梦了 他得度了 那问一问法师 有什么功德呢 就是敲钟啊 那敲钟 他是什么功德呢 他敲了十年钟啊 十年如一日 天天敲 天气再冷 他那个手动的都裂开了 他也去敲 所以他那个敲钟就有功德了 那就是超度的功德了 他有恒心 有恒心 所以伦理讲啊 没有恒心 不能做无一啊 人家普普挂了 你没有恒心你不行 那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恒心 没有长眼心 没有耐心 你做不成功 这是这个公案 跟这一句是 比较不同啊 但是相 顺便提一提 但是偏真偏赖啊 如果我们 有修平等心啊 你就能超度了 在家出家都可以 关键是在这个心 再看下面 越井越灶 跳石跳人 这个越井越灶啊 这个井是提供我们人 饮用的水源 对这个要尊敬 那灶啊 就是烧饮食的 如灶 我们人的生活啊 饮食就是 需要这个井水 以前我小时候 我们家有歪口井 以前没有自来水 我记得小时候 都要去打水 要去提水 很辛苦 所以这个井啊 有井神 那么灶啊 以前我们 小时候也都烧炉灶 烧那个灶 灶有灶神 我外婆啊 对灶非常恭敬 打扫得很干净 不可以给她乱摆东西的 那东西都不能乱摆 怎么可以跳过去呢 那这个大不敬啊 这个就有罪过 那现代人不懂 现代人啊 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 有些游客啊 都跳到佛桌上去啦 跳到佛像上去啦 跳上去啊 在照相啦 那可是真的 他对佛都那么不恭敬啊 他对警队照他会恭敬嘛 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 我们叫无不敬 那现在人不懂 他造了罪业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的 非常重要啦 跳石跳人啊 越紧越照 跳石跳人啊 这个跟上一句都有关系 这个跳过去 跨越过去 这个食物 我们对食物也要恭敬啊 我们要靠这个食物来啊 养我们的身体 不能啊 在这个食物上面呢 跳过去 那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 跳过去 那对人也不敬 那这个两句都是讲 要敬人 要敬事 敬物 所以 李记讲 无不敬 我们对什么都要恭敬 再看下面 笋子堕胎 那么这一条啊 现在古代也有 比较少 现在很多 很普遍 特别现在 有很多国家呢 这个 法律啊 透过堕胎 合法化 那现在堕胎就更多 以前啊 堕胎是不合法 要受法律 处分 就比较少 那现在合法了 那就 那就 更多了 所以我记得在家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好像图书馆已经有图书馆了 我去听我们牢上讲地藏经 那么那一年啊 刚好台湾这个立法院 那有一天啊 通过这个堕胎合法法 那天晚上啊 我听师父讲经啊 那么师父就讲啊 今天在立法院啊 举手赞成通过 带堕胎合法的立法委员啊 地域上都有明册啦 都注册啦 因为通过了 他就背这个因果啦 后面堕胎的人 账啊 他都有一份 那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这个都是堕胎合法 那就造罪业造很重 现在好像只有伊斯兰教的国家没有堕胎 那现在过去啊 这个实情这个 大陆实情一胎 那台湾啊 政府鼓励人家呢 这都两胎啦 一个不算少 两个恰恰好 以前我外婆啊 听到这个啊 我外婆就骂啦 她说这个 一个 如果那一个死了 怎么办呢 就没有啦 那么 我外婆就讲 生了儿子也不要你养 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 那老人啊 那老人啊 就是多子多孙嘛 以前农业社会啊 就是希望多子多孙啊 那她讲的也没错 那一个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嘛 像我母亲啊 生十个 死了四个 还剩六个啊 所以我外婆讲啊 那这个一个就死了就没有啦 怎么可以给人家限制呢 那现在台湾啊 发现啊 问题出来了 老人多于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要去负担四个老人 现在大陆也发现这个现象 所以现在政策改了 现在 以前我看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啊 他就是说 这个政策是错的啊 那以后就知道 那老人家四五十年前 在台湾就讲了 以后就知道 那现在真的 那些有智慧的人讲的都没错 他说怕人太多了 没得吃啊 实在讲啊 他能生到这个世间来啊 总是有他在浮粪啊 一滴草一点露 一枝草一点露嘛 他这个生态啊 他会自然平衡去调整 你用违背自然啊 那问题就出来 像马来西亚那些法侨啊 原来法侨比马来人多 现在法人都不生 那马来人他拼命生 现在呢 马来人比较多了 现在如果投票啊 你也投输了 所以李老师讲啊 那人多一些啊 他也会移民到外国嘛 外国像澳洲这个地方 那么大人那么少 比台湾人口还少 比台湾土地大两百倍 那还怕没地方吗 到这个地方来嘛 所以李老师讲啊 那全世界都有中国人 那有什么不好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很赞成他的看法 我支持 那么只有天主教啊 反对堕胎 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 一直监导这个不能堕胎的 天主教 所以我都捐钱去捐给天主教 这个跟我们佛教讲的啊 有相应 那么现在大陆啊 习主席上台啊 政策也改了 现在可以二胎了 那天我还接到大陆一个同学 发一个信息给我们讲 到现在呢 不会去限制那么多了 那么堕胎这个事情啊 在现在呢 非常严重 非常多 那总是啊 这个还是要教育 还是要教育 现在那个学西方的教育啊 那这个问题都会出来 总是啊 在婚姻之前啊 不管婚姻前 婚姻后 都有堕胎的啦 有一些 早年我在华藏图书馆啊 也有接到电话啊 有女众啊 说她要堕胎 问我可以不可以 我说我当然不可以啊 那么她就讲出很多理由啦 那如果这个小孩伸出来 断一只脚 那怎么办呢 我说没有伸出来 你怎么知道 这给我讲这些没道理的 断一只脚 如果眼睛瞎了怎么办 又闹了半天啊 后来我说 如果是你 人家把你剁掉 你愿不愿意啊 后来我这么一问 她就没话讲 人总是那么自私 所以堕胎啊 杀人的 不但杀人啊 杀自己儿女 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 有一个兴起的身孕啊 白印的堕掉 你故意把它堕掉 就犯不可悔罪 不通忏悔 在小臣界不通忏悔 那必须啊 小臣界是做法忏 不通忏悔 必须要大臣的取向忏 无声忏 所以 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很多论坛啊 也有很多 这个学习的 这个 传统文化的 女众啊 很有勇气 那么 在这个论坛上啊 公开向大众忏悔 也哭啦 那这个 这个叫发怒忏悔 这个叫做法忏 那做法忏啊 不可悔罪 做法忏忏不掉 必须要大臣的取向忏悔 跟无声忏 所以堕胎 这个罪很重 这个 一定要 避免 行多隐蔽 这个 他的行为啊 我们一般讲啊 很隐秘 很怪僻 那个行为啊 隐秘 怪僻 现在很多人啊 有一种 好像啊 心理变态啊 所以他的行为啊 隐秘 也很怪僻 现在这种 世卫上啊 这种心理变态的人啊 很多 这个都是 罪业之下 造罪业之下 所以我们行为啊 应该要光明正大 会辣歌舞 那么月底 叫会 每一年啊 最后一个月 十二月叫辣 所以十二月啊 在我们中国传统名利 叫辣业 辣业就是一年啊 最后一个月啊 那会就是 每一个月 月底 最后一天 那么 每一个月 最后一天啊 跟每一年 最后一个月 那么在这个 时间啊 不适合去 唱歌 跳舞 会耽误了 震惊的事情 在这个时间啊 不适合 那现在 这一个 现代人啊 也不懂这些 他也不知道 什么灰 什么辣啊 反正 他想 想要啊 去娱乐 唱歌 跳舞 天天都有 天天都有 所以我们学了感令篇啊 我们要知道去避免 这个 我们传统名利啊 最后一天 每一个月 最后一天 还有 每一年啊 十二月 这一个月啊 还有每一个月 最后一天啊 我们就 办正经事情啊 不要 去这个 娱乐啊 去歌舞 要 处理啊 正事 说但好怒 这个跟上面一记啊 也有相关 这个说就是 每一个月 这个 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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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就是初一 旺就是十五 初一 十五 我们一般啊 这个试验啊 初一 十五 都会有 一个 这个法会 或者呢 这个 上五共 共佛菩萨 初一 十五 初一 是一个月的 开始 那么但 就是每一天 早晨 早上 清晨 每一个月的 第一天 每一天的 早晨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俗话 讲啊 一日之际 再一晨 我们一天啊 今天这一天啊 这个计划 做什么 就是在早上 所以早上啊 就很重要了 要计划今天 做什么事 一年之际 再以春 一年之际啊 四季啊 春天啊 要计划 这一年 要做什么事 我们现在呢 人有行事力 要安排行程 像我现在就安排行程 每一年啊 都要安排行程 这个月啊 要去哪里 做什么 都要安排 一生之际 在一起 那我们一生之际 在一起 那么 一日之际 在一晨 那清晨起来啦 就 豪怒 豪就是大声叫 怒就怒吼 豪哭 那这个 今天就很不吉利 所以早上起来啊 这个我们要有平和之气 那么人跟人见面啊 要有喜气迎人 我们不是说 对人家就是 怎么去 好像 残眉 去怎么笑 就是 你要是 祥和喜气迎人 那么喜气迎人啊 这一天啊 这个气氛啊 就很吉祥 你每一天 大家住在这里啊 学院大家看到啊 打个招呼 那大家互相问好 大家互相关怀 用喜气 翻行 来迎接别人 那今天就会很好 那不要啦 早上起来啊 一个脸就臭臭的啊 好像昨天没睡好 那这个 今天啊 一天都不太舒服了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喜气迎人啊 所以我们说做善事啊 这个在感念一篇会篇啊 这个前面讲 这个养心之法 就是说 早上起来啊 也没有什么事 怎么做善事 你就保存啊 这个心啊 心平气和 见到人啊 喜气迎人 那这个就是善事 那这个大家都能做啊 不用花钱的 这个就是善事啊 你给人家 生欢喜心 就是你对他的供养 这是好事善事啊 所以好事善事怎么修啊 那么一天到晚 时时刻刻都可以修的 你懂得怎么修啊 那时时刻刻都可以修 做好事 不用花钱 所以早晨大家要懂得打招呼 现在我住的那个房子啊 我们隔壁 邻居都是洋人啊 对我们都很好啊 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 我们不在啊 那个垃圾桶 都会帮我们拉出去啊 这个我们这个邻居啊 还不错啊 我们再看下面 那这两句也是一对 北方啊 就是上方 那么不能对北方啊 醒鼻涕 吐痰 大小便 那这大不敬 那也不卫生 那也不卫生 这个就是卫生 不能随地 随便剃脱 吐痰 大小便 那特别对北方啊 更是要避免 所以我们要到 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不能对着北方 那现在这个 有洗手间啊 或者是比较 偏僻的地方啊 不能对北啊 对照 云涌极枯 那么 赵啊 有赵神 对赵啊 不能在 赵的面前啊 吟湿 割涌 或者呢 在 这个赵的面前啊 哭泣 这个也是对赵神啊 很不恭敬 又以赵佛烧香 慧彩作食 这个赵佛烧香 不能拿那个赵的佛 来烧香 来点香啊 来供佛菩萨 供神明 这个就不可以 赵佛啊 是烧饮食的 你不能拿那个 佛来烧香 你要烧香啊 要用另外备用 那现在这个 应该现在 没有赵啦 现在都是瓦斯鲁 那瓦斯鲁就是 古时候的赵啦 所以现在你要拜佛啦 或者拜神明拜祖先啊 你不要那个香拿到那个 烧菜那个瓦斯炉啊 然后把它一点啊 那个就属于赵佛 那就不恭敬了 你另外啊 用打佛机佛才点就好 那不要拿到那个煮饭的地方啊 去那边啊 去点个香啊 这个是对佛菩萨不敬 灰柴也做实 那么灰就是不干净的柴 去烧饭煮菜 不能用污秘 不洁净的木材啊 烧饭菜 那个 不好的木材 烧饭菜啊 那也是有毒啊 也不卫生 要用干净的柴火来烧 那干净 因为古时候这个陶瓷锅啊 那个用木材烧的啊 饭啊 是特别好吃的 那个锅特别好吃 以前啊 我烧的那个木材 那现在都是用天然气 用瓦斯啊 实在讲啊 那个瓦斯是有毒的 实在讲是 不好 但是现在也没办法 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用柴火来烧 就最好 所以大家可以 实验实验 用柴火烧的饭菜啊 特别香 我每次回到双溪山上啊 那闻到那些木材的香味啊 闻得就很舒服 但是呢 我们那边不是烧菜的 烧菜还是天然气 那个木材要烧热水了 给大家洗澡的啊 如果调整一下了 那就很好了 我们再看下面 夜起螺露 八节行形 这个晚上起来啊 我们还穿个睡衣 那么不能 螺露身体 这个对鬼神啊 这个对鬼神啊 也不敬 八节行形 这个八节就是一年了 有八大节气 四历二分二治 这个历春历夏 历秋历冬 四历 春昆秋历夏至冬至 这个就八节 八个节气 那这个八个节气啊 这一天啊 就不能啊 去处死犯人 那么这一条是属于这个 法院 法院方面的 这个这个 法官啊 这个要避免 所以古代我们中国传统啊 都有根据这个礼啊 这个你处死 这个罪犯啊 也不是随便那个时间都能处死 在传统的就是秋节 秋天啊 秋代表肃杀 所以你在春天啊 去处死犯人啊 那就很不吉利了 所以必定是在秋天 现在人也不懂乱杀 所以说招感啊 不祥的 不吉祥的气氛 我们再看下面 拓流星指红泥 这个流星啊 是天上的一个天象 我们看到流星啊 我们尊敬啊 我们合掌 我们邪佛的合掌 念一个佛号 不要那个对他吐痰啊 那这个是 这个是大不敬 自己造罪业 那么红泥就是彩虹 手啊 不要去指着彩虹 这是对天象的一个恭敬 那我们看到彩虹啊 我们 念佛人啊 就合掌 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看到流星啊 看到彩虹啊 我们都合掌 折子 三光 九是日夜 三光就是日夜星 用手指头去指着 这个也是对这个 日夜星啊 三光 不恭敬 以前啊 我们小时候 也不懂 看到天象的星星啊 就用手指头去指 后来读了感应篇 才知道 哎呀 这个是 不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呢 看到星星啊 那就不要用手指头去指 你合掌 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 这个星星啊 看了就 法喜充满了 那你指着他呢 好像对他指指点点的 好像我们对 要骂一个人 就指着他 对他就是 很不尊重 何况对这个天地啊 要尊重 要恭敬 那么日夜 不能看太久 那么 这个太阳啊 大概大家也不能看太久 除非你去看 太阳眼镜 不然你看了 你眼睛受不了 我们要开车啊 阳光照过来 就赶快 遮光板 就要赶快拉下来 所以太阳啊 可能 日 不太可能 九四 那么九四日月 只有防昏的时候啊 要下山的时候 要下山的时候 那么有的人啊 还有这个日出 阳光不是很强 这个时候啊 可以看得很久啊 有的人就看日出 看日出啊 太阳出来啊 一直看一直看 就九四 太阳要下山啊 看防昏的晚霞 非常漂亮 一直看一直看 看很久 这个也是不静 这个也是不静 这个也有罪过 那一般人他也不懂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 我现在呢 在澳洲就常常会看到阳光啊 太阳起来啊 早上看到东方起来啊 那我就合掌 哎呀 那么 药师流离光如来啊 东方静流离世界啊 药师流离光如来 那么看到阳光啊 如果我们跟人家去旅游 去看日出啊 人家在那边看了半天 我们念佛人就合掌 你就念药师佛啊 那就不但没有罪过还有功德 那么念完药师佛啊 发个愿啊 当愿众生啊 远离病苦 身心安乐 这样啊 你就有功德了 不但没有罪过还有功德 那不懂的人他就有罪过 他说一样在看日出 果报不一样 那么看日落啊 也是一样的 看那太阳要下山了 那我们这个观经十六观啊 有第一观叫日观啊 落日显古 那个太阳啊 快下山了 好像一个古啊 显在空中 那我们修这个观想的人啊 就是要看那个太阳 这个观经啊 十六观经第一观 就是叫我们观想那个太阳 眼睛闭着太阳在眼前 眼睛睁开太阳在眼前 以前我也观过啊 但是呢太阳一下山就不见了啊 就没有了啊 所以现在呢 我如果开车啊 看到啊 刚好前面是西方 太阳要下山啊 那红红的晚霞很漂亮 我会讲 南摩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啊 那是我们的家乡啊 这样啊 你看久了也没关系 有功德 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跟一般人啊 不懂的人看就不一样 那一般人啊 我们也劝他这样念就好 那这样就避免了 那么在药寺经里面讲啊 日有日光菩萨 夜有月光菩萨 所以晚上看月亮啊 或者八月十五中秋节赏月 人家在指指点点的 那我们就合掌 念月光菩萨 这在药寺经里面有 有日光菩萨 有夜光菩萨 那我们如果看啊 就是念这个佛菩萨的圣号 那不但没有罪过 还有功德 那一般人啊 那不懂 他就有造罪 所以有一年 我年轻的时候啊 那个美国太空人啊 登陆月球 阿姆斯状 那个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 登陆月球 那个电视有直播 那时候我们看到了 哇 人类啊 登陆月球啊 美国国旗插到这个月球上面 后来最近这些年 我在想啊 看到感应片这个啊 九十日夜就不行了 还跑到月亮上面去塌子 那这个罪要怎么算啊 后来我在想啊 那个太空人 恐怕会有问题啊 我都看到这个 我就联想到那个 太空人 阿姆斯状 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 最近我看那个 网络电视新闻啊 那个YouTube 网络电视 就有一个新闻说 那个标题就写着 你知道为什么阿姆斯状 太空人呢 现在都没有人听到吗 他们怎么没有第二次 在上月球呢 我就点来看啊 那看了这个新闻啊 就说 这两个太空人啊 后来啊 精神不正常 那跟我所预料的啊 也相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空人上去啊 不但没有给地球上 带来好处 而且带来啊 一些负面作用 什么负面作用呢 那上去啊 那个国旗一叉 然后宣布啊 上帝死亡 上帝没有啦 西方人都信基督教嘛 信天主教 信上帝 那现在上帝 没看到上帝啊 上帝死亡 所以西方人啊 现在很多人 那也不信宗教啦 那不信宗教人啊 往往就 肆无忌惮 什么坏事 他都想得出来 他都做得出来 那你说他有功德 还是有罪过 所以这个啊 也是 要读这些圣贤书 我们才懂 我们再看下面这句 春夜料裂 对北二嘛 无故杀龟打蛇 春夜就是春天 春天有三个月 一年四季啊 一季三个月 那春天三个月 春季啊 料就是去烧山 烧这个森林 烈就是打猎 捕这个走寿 去打猎 那么春天 这个春季这个季节 就不可以啊 去烧山去打猎 这个烧山打猎啊 这个造的杀生也很重 而且又在春季里面啊 春天啊 是万物生长的时候 正要生长啊 那冷气给它破坏 杀了它的生机 这个很不好 造这个杀生的罪 又在春季里面就更重了 罪就更重 对北二嘛 这里又讲到北方 北方是上方 北方啊 我们要恭敬 那怎么可以对北方啊 口出恶言去恶骂呢 无故杀龟打死 无缘无故啊 去杀龟打死 杀伤乌龟 去打这个死 那么龟蛇啊 乌龟 寿命很长 如果你不去杀 他寿命很长 你是杀这个乌龟啊 那很不吉利的 很不好 这里讲无故 就是无缘无故 那你去杀这个乌龟 去打死 死了他没有来侵犯我们 我们也不要去侵犯他 除非他来伤人啊 侵犯人 或者啊 这个这个 跑到你这个房子里面来啦 那给他赶出去 那这个这个 以前我们在古郡 报恩念佛堂啊 那个 有次听误人师讲啊 那好像一条蛇很大 大蟒子跑到那个 佛堂里面去啦 那刚好那个时候 装传师啊 去住在那边 那个装传师啊 那时候好像还没出嫁 住在那边 那装传师在这个 俗家呢 他也当过义务的消防队员 在台湾消防队员啊 不但要救火 还要救人 还要这个什么 什么蛇啦 毒蛇猛兽 老虎出来都要去抓的 都要学这些技术 所以刚好啊 传传师把他抓 抓那条蛇啊 抓去放生 也不能去打他啦 那是 遇到我们 学佛的人 不会去伤害他 因此啊 我们要普劝 这个社会大众啊 无故啊 不要杀归大神 这些都必须要讲因果 那么以上啊 诸二章啊 也列出一百七十几条的 这个四项 都属于恶业 我们要避免 所以太上老经给我们讲啊 立求长生者 先兮 避之 我们要求长生 不老 身体健康啊 那以上 列出来这些 恶业啊 我们不能去造 要避免 好 诸二章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下面来看 第七二报章 因为造了恶业 那就有恶报 前面啊 积善章 我们修善 那有善报 那这里啊 讲造恶业 有什么样的恶报 请看经文 如是本罪 师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 算尽则实 实有余者 乃央及子孙 到这里是一段 这是二报章的第一段 如是等罪 就是以上讲的 诸二章所列出来 一百七十项的罪业 如果啊 去造了 去犯了 师命随其轻重 这个师命之神 那前面列 举出几个代表的 这个神明啊 按照啊 个人所犯的 罪 轻重 大小 来夺计 夺算 大则夺计 大则夺计 小则夺算 如果这个罪啊 患得重大 那就夺一计 甚至夺两计 一计就十二年了 受命啊 减少十二年 那叫夺一计 那罪业比较轻的啊 夺一算 一算就是 我们受命一百天 一百天叫一算 就扣掉一算 根据这个犯罪的轻重 大小 来夺取 人的计算 就减掉啊 人的寿命 那么算尽 则死 算尽就是 我们俗话讲 路尽人往 他的福路没有了 在佛话讲 他的福报没有了 都用光了 被扣了扣掉了 算尽 都一直照二月 也没有做好事 只有支出 没有收入 那那个用完了 福报响尽 算尽则死 照罪业 一直减少 自己的寿命 那么死有余者 那么死了之后啊 还有 圣医的 这个 罪子啊 乃央吉子孙 还会牵连到 他的子孙 就是 有子孙啊 承担 灾货的 遗报 连累到子孙 那看到这一句啊 我们 也很自然会想到 哎呀 这个造罪业啊 个人造罪 个人承担嘛 那子孙是无辜的啊 那怎么去连累到 他家的子孙呢 实在讲啊 这个 不是一家人 不入一家门啊 那个子孙会受灾殃啊 也是 跟他这个 这个 上面的父母 祖父母啊 有 供业 造 等同的罪业 等留罪 等同的罪业 所以才会到他家来投胎嘛 那么这个 也不是定数 你看我们 叫讲那个 轻秤小身啊 那个公案 你看那个 偷人家那个 秤啊 买进来 这个 秤得比较重 卖出去秤得比较轻 就偷人家那个金粮 这样致富的 那么还交代他儿子啊 继续用这个方法 才能赚钱 他儿子啊 有良心 有善根 知道自己父亲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表面答应他父亲啊 他把他父亲死了 就把他改过来了 不再骗人了 结果他两个儿子就死了 他心很不平啊 神给他托梦 说你不要不平啊 因为啊 你改变你父亲那个 骗人的生意啊 原来这个上帝派两个 拜家子到你家呢 要拜到你的家破人亡 财产都善光了 还不大紧啊 连人都死了 家破人亡 现在你改过来了 上帝派两个好儿子给你了 你家不但不会破败 而且会非常兴旺 所以这个也 定数当中也有不定 如果他儿子啊 继续照他父亲这样去骗人 那就是这里讲的 他的儿子孙子就遭殃了嘛 那他改过来啊 把他父亲那个恶业改过来 转成善业 他摘殃就没有了嘛 就得到福报了嘛 这个公案啊 也是可以跟我们这里有一个对照 所以大家读到这一句啊 就不会有疑惑了 不会有疑惑 这个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关键啊 他要有阴廉接受 这种传统文化 圣贤教育 活菩萨的教育 他有善根 能够接受 能够依教奉行 他就能改造命运 又读恨起人才者 乃记其妻子加口 以当之 见之死伤 若不死伤 则有谁否盗贼 以王弃物 即便可是诸事 以当忘取之职 那么这个一段啊 又给我们讲 诸恨起人才 诸就是很多手段 恶势力 或者不正当的方式 恨就是满恨 无礼 去夺取别人的财物 这叫恨起 现在这个社会啊 有一些经济犯罪的 也很多 那种手段 非常多 他想不劳而货 把别人辛辛苦苦 赚来的钱财啊 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 变成他的了 所以我们过去也常常看到 新闻报纸报的 这个经济风暴 就是有人在操作 有一些人啊 那一年好像东南亚损失很重 听说新加坡啦 有很多一些富商啊 一夜之间啊 财产就被人家拿走了 就没有了 他受不了啊 跳楼自杀了 那像这一类的都属于这一条 那属于这一条 用种种手段来恨起人才 那取得这个财产 他能不能得到受用呢 不但得不到啊 还留了一身债养啊 我们看下面 用这样手段得到人家的财物 会得什么果报呢 乃既其妻子家口以当之 就是横取的人啊 他自己本身 会受到灾货 去抵消 那么还连累他家的 妻子家人啊 也受到他的连累了 那他恨起人才啊 那拿回家呢 妻子啊 家人啊 也都享用 用到这些钱啊 那这个钱不好用啊 用了之后啊 那就有果报 下面就讲果报了 什么果报呢 见智死伤 人会死啊 这个前面讲啊 夺取计算啊 寿命啊 减少了 以死伤之灾啊 来消这个货 你说横取人财 那那个寿命减少 那有什么意义呢 恐怕那个钱财都用不到 人就死了 那么若不死伤 那如果没有死呢 只有水否报贼 以往弃物 那没有死伤啊 那会有啊 水灾 把你这个不法的财物啊 淹没 漂流了 或者呢 否灾 失否了 一把佛也可以把亿万财产啊 一下子烧光光 再来就是盗贼啊 你盗别人的 别人也盗你的 我们一般讲黑吃黑啦 这属于偷盗 那有盗贼啊 那有盗贼啊 以往弃物 就以啊 就是 遗失了 亡就是 没有了 你这些财物啊 也都遗失了 也不存在 不但得不到受用啊 还要啊 自己啊 去死伤啊 遭遇水否盗贼这些灾货 还要家人啊 去抵 那么如果没有遇到水否盗贼呢 那么就会生病啊 疾病口舌 主使 疾病口舌啊 就是 口舌就是 是非啦 那疾病啊 会生病 会生病 那你说这个 横取人才 那有得到这样的果报 是得而不偿失 还有疾病的 官司 口舌 这些事情啊 一直出现 以当忘取之子 这个报应轻重啊 刚好跟你横取他人钱财的价值相等 以前小时候 听大人讲故事 这个 古时候有那个龙银 大家有看过吗 龙银 现在是古董 当中穿一个孔 那个银 一块很大 那古时候都用绳子 穿起来 一串一串的 听说啊 龙银会飞的 那我是没有看过啦 但是以前啊 听大人讲故事啊 说那个龙银会飞的 那么有一天 有一个龙夫在田里耕田 赶着牛在田里耕田 耕里耕田又有一个鞭子 那忽然啊 他的头上啊 飞过一串龙银 他看到 头上有一串龙银啊 他就想 用那个牛鞭子 把他往上一打 希望那一串龙银 把他打下来 哇 那他就发财了 结果他一打呢 结果是掉了一个 其他的也就飞走了 掉了一个 那个龙银很重 掉下来啊 刚好砸到他的脚 砸到他的脚 脚就受伤了 受伤了 那要去找医生医啊 那就拿这个龙银去卖 卖钱啊 那个龙银啊 那个钱 花完了 那个他脚才好 所以我就 想到小时候听这个故事 听大人讲故事 这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 那现在呢 读到这一句啊 我说以当忘取之质啊 哎呀 就是已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就那个脚去砸了一个伤口 然后那个钱啊 去给医生治病 钱发完啊 那脚就好了 那他 那他 得了那个龙银啊 不但没有好处 而且还受伤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所以不能啊 恨起人才 那么这是取财 下面这个是主意讲杀人的 又往杀人者 是一刀兵而相杀也 这一条是讲 燕王杀人 这个当官的 或者是军队 战争啊 这个往杀人 燕王杀人 杀害无辜 那这个有果报的 这个会引起刀兵 就是战争 是一刀兵而相杀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啊 很多 这种是燕王杀人的 那燕王杀人啊 这个冤冤相报 互相杀害 这是一刀兵而相杀 所以美国发展这些 尖端的武器 实在是不好 老子讲啊 家兵不祥之旗啊 不是吉祥的东西 那是造业的 卖金佛给人 杀人 乱杀人 所以引起很多战争 而且现在这个战争的形态啊 又改变了 恐怖战争 防不胜防 这些都是属于这一句啊 枉杀人啊 带来的果报 就是燕烟相报 我们再看下面 取灰意之财者 譬如 肉腐旧鸡 正久止 可 灰不见宝 使亦即之 那么这个一段 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夺取 灰意之财 不意之财 譬如啊 肉腐旧鸡 肉腐就是 那个肉有毒的 有毒的肉啊 你该给它吃了 来冲击 喝有毒的酒来解渴 灰不赞宝 不但啊 你 不能暂时得到啊 宝足 死亦即之 马上就死了 不但不能保啊 马上就死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得而不偿失 这是 欠借我们啊 不可以起灰意之财 那么这一段是 二报章 讲这个 造了以上的罪业 那么 就 这些果报 那么这些果报啊 是属于人间的花报 如果照佛经讲啊 死了以后 那个果报就会更惨 堕三恶道啊 好 二报章 我们学习到此地 我们再学习下面 紫微章第八 福心起于善 善虽未为 而及神 以随之 福心起于恶 恶虽未为 而凶神 以随之 这个福是一个语注词 就是我们人啊 心啊 起一个善念 善啊 虽然还没有做 而及神已经跟随我们了 福心起于恶 恶虽未为 而凶神以随之 我们心起一个恶念啊 恶事还没有做 那凶神已经跟随我们了 所以在感令篇会篇啊 也讲了一个公案 有一个袁智时先生 一元两元的元 自己的智 实在的智 有一天啊 一大早 带个刀子 要去杀一个姓庙的 那么经过一个先年庙 先年庙就是供房地的 那么有先年 这个庙庙啊 一大早起来要诵经 看到有一个人 从庙门口走过去 后面呢 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杀 跟了一堆啊 那没多久 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啊 那这次回来啊 哇 后面跟着好几百个啊 护法善神 他看到很奇怪啊 就找他来问了 就问他 你是 刚才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去什么地方呢 这个袁智时就给 这个庙柱讲啊 他说刚才啊 我要去杀这个姓庙的 他对不起我 我要去报仇 但是走到他家门口 忽然想到啊 这个姓庙的 他家里还要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 他下面还有妻子 儿女 儿女还小 他想一想啊 这个 对不起我的人 只有姓庙的一个人 如果我把他杀了 那么他上面的老母亲 下面的妻子儿女 谁来奉养 杀了他一个人 不是等于杀了他一家吗 他想到这里啊 就放下报仇的念头 就回来了 放弃了 不报复了 那这个妙著听他这么一讲 那就 给他讲 他说我明白了 他说你知道吗 刚才你 气冲冲 要去杀那个姓庙的 我看到你后面啊 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杀 都跟着你啊 那你绕回来啊 你一念善生生起来啊 能够为他家人着想 能够替他家人想 替你的仇人啊 你的家人想 那你这个善念生起来啊 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 父法善生 所以妙著就跟他讲啊 从今以后啊 你努力断恶修缮 你将来啊 你的前途 无限的光明 后来袁志诗听到 这个妙著这么一讲啊 他自己也是全身冒冷汗啊 这个动恶念啊 就 马上跟着 一堆的凶神恶杀 回心转意 生起善念啊 马上跟 很多的父法善神 吉神 所以 这个太战感应篇第一句就 佛福无门为人自造 佛跟福没有门路 都人自己招来了 那人 怎么招来了 人心招感来了 人心起善念招感福 起恶念招感福 那我们现在呢 要求父法善神 吉神保护我们 就不能起恶念了 不能害人 不能自私自利 要起善念 那吉神啊 他就保护你了 你没有求他 他也来保护你 如果呢 心里啊 常怀恶念 那一直求吉神来保护 那吉神很想保护啊 但是不相应啊 你后面跟着都是凶神啊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这个念头很重要 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 我们知道啊 那你念佛 那就佛菩萨来了 念贪嗔痴啊 那就是凶神恶杀来了 所以我们修行 在起心动念修 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 悔过章第九 其有成行二世 后至改悔 殊二莫作 众善奉行 久久必复即庆 所谓转复为福也 那么如是道三教 还有包括其他宗教 都允许人悔过 忏悔改过 其有成行二世 那曾经啊 照这个前面列出来的 一百七十项的罪业 曾经照过 后至改悔 那现在学了感令篇 我们明白了 改过来了 从现在开始 诸二莫作 不但大二不作 小二也不作 众善奉行 不算大善要修 小善也要修 路上有个石头 妨碍人走路 我们给它搬开 这个小善也要修 所以大小善都要修 大小恶都不要做 诸二莫作 众善奉行 我们能够这样 来修学 久久必复即庆 这个久久就是 告诉我们 时间要久 不要坐个一天 怎么还没有感应 坐个两三天 结果想到得果报 这个未免太急了一点 都还没有做到什么好事 那就想要得到这个果报 所以要有长远心 要有耐心 断恶修缠 必须要时间 长久 这样做 必复即庆 我们过去 造了那么多的罪业 那当然也需要时间 来改过 这个罪业消除 我们福报 它就现前 所以久久必复即庆 所谓转货为福也 我们能够改过 修缮 就能转货为福 那么最后一章 例行章第十 故吉人以善 事善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以恶 事恶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福 福不免而行之 最后这一章 例行是签名我们 努力 行善 故就是 以上讲的 这些道理 吉人 以善 事善 行善 那么我们每一天 就是修这三条 这个 也就是我们讲话 讲好话 不要一天到晚讲 不好的话 说好话 多说好话 多说有意义的话 不要讲一些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这个 以善 那每一天 大家讨论这个 地址规 感定篇 那讲这些话 都是善的 不要去讲那些 杀到淫妄的 那些 那些话 这个以言 要修善 无浪寿经 佛也给我们讲 这个 善富与业 不及他过 我们不要去讲 人家的过失 别人有好处 我们赞叹 他有过 我们也不叫去 批评他 事善呢 就是我们看的 这个 过去 好像有因 那个四只猴子 非礼物动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事物 那我们 不该看的 东西 我们不要去看 看那个不好的 不要去看 看好的 那现在 手机很方便 那不好的 内容比较多 好的内容 比较少 那我们要 选择这个 善的来看 那个不好 就不要看 看了我们 我们肯定会受影响 我们选择这个好的 像这个传统文化 教地址规的 教这个厂礼的 多看这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都看一个 比较时事报道 新闻 国家的施政 看看这些 不要看一些 不好的 包括报章 杂志 那些 不好的内容 我们也不要去看 看了 肯定也受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手机 就是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挑善的来看 行善就是 专做善事 那么我们每一天 你就用这个三条 我们身体上做的 是善 我们看的也是善的 我们讲的也是善的 那么你一天有这个三善 修多久 救福报呢 修三年 一日有三善 那三年 天璧降之福 这个璧就是很肯定的 必定会降福给你 你只要保持这样 每一天 以善事善行善 天天这样修 三年 你就感受到福报了 那么 那么凶人以恶 事恶行恶 一日有三乐 三年天璧降之福 这个凶人 就是恶人 眼里恶 照口业 讲坏话 事恶 那专门看那个不好的 专门看不好的 那么专门看不好的东西 我们 心就不定了 心就不定 如果我们专门看好的 帮助我们心善 心定 那么看不好的 我们受影响 心不定 心也不善 所以这个眼睛看的 避免 看那个 恶的事情 我们做的 也避免 做不好的事情 如果恶人 看不好的 看不好的 做坏事 讲坏话 那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璧降之福 这个一天 累积下来 都没有疏散 那一天有三个恶 那三年 这个天也必定 降货下来 所以这个时间 是三年 福不免而行之 那这是太上 勉励大家 为什么不勉励实行感应篇 三年就有效果 大家修三年 那么大家如果发现 修感应篇修三年 大家来学院这里修三年 那你原来来这里 没有什么福报 回去 你父母看到 怎么现在 这么带一个福相回来 因为你累积三年了 那每一天 修处都是善的 那回去 人就变样 就变样子了 所以这个阴廉 主位同学 大家要珍惜 那我们太上感应篇 到这里就 盈满了 那这一次 很简单的 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那希望大家自己 有空都读诵 都读诵 都能够背诵 那就更好 读诵 帮助我们修定 读书千遍 其一致限 那听讲 帮助我们理解 帮助我们理解 在生活当中 怎么去做 所以解跟行 要并进 行解要相应 这里有法师讲经 装师是讲了凡事件 圣师是讲吉凶经 无量授凡事件 那这个是最殊胜的 那这个法师大德奖经 大家都来一起学习 这个非常殊胜的音言 非常难得 那我们这里圆满了 等一下呢 还有同学要问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提前一点 十分钟下课 提前 因为明天还要法会 非常感恩大家的发心 那这个我们法师在这里领众 我们居士大德在这里复法 我们同学发心在这里学习 祝大家 业障消除 福慧增长 六十吉祥 身心安乐 法血充满 那我们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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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